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資朋友好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芬汐宗盛 今天加權指數沒有太大的變化 但是新台幣是重貶 今天新台幣重貶 指數還能夠維持這樣的格局 已經算是很厲害了 今天指數就小跌了100多點 但是新台幣是大幅度的貶值 今天成交量其實說的是比較嚴重 成交量說的比較嚴重的情況下 其實就是 主要是在反映說下週聯準會 下週聯準會可能會升息三馬 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這幾天買盤會比較清淡 但是它是很好的佈局機會 邏輯等一下會講 就包含是說 你去看 以加權指數來講 今天成交量幾乎是創了 近兩年的新低 不包含最後一盤 因為最後一盤有負時指數的調整 所以會有被動式的賣壓 扣除掉最後一盤 實際大約是1600億 這麼低的成交量之下 新台幣又這麼的弱勢 今天其實指數沒有說太大的操作空間 但沒有太大的操作空間 反而就是讓你去提前佈局 聯準會公佈利率輝 結果之後的行情 因為我一直在強調這樣的觀念 聯準會升息三碼這件事 基本上 股票市場已經提前反應 已經提前反應 如果說下週聯準會利率會議結果出來 它是升息三碼 它叫做利空實現 換個說法也叫利空出境 既然是利空出境 要嘛小漲 要嘛就大漲 在公佈之前 剛好遇到新台幣的貶值 這不就是天上掉下來的機會 所以你看這個位置 今天指數是小幅度的震盪 跌了108點 但是新台幣非常弱勢 新台幣這麼弱勢的情況下 指數只有跌了108點 算是非常厲害 其實就像之前講的 新台幣不可能無止境地一直升值 今天最高已經來到了31.294 但是央行早晚會出手 央行一定會出手 因為台灣的電子業 大部分都是以出口為導向 新台幣貶值有受惠的產業沒錯 但是受害的還是比較多 央行絕對不可能讓新台幣 無止境地貶值下去 只要說正式 只要說在下週沒有回落到31或31以下 一定出手 既然說新台幣它一定會回落 那也代表說這個時間點很多股票 它不過就是非戰之罪 就是說之前一直在強調邏輯 如果說指數的下跌 也伴隨著新台幣的重點 這對於個股來講 它的基本面沒有變化 產業面也沒有變化 這些股票都是無辜的 既然是沒有任何的變化 那因為新台幣的影響而下跌 就是多一次的買點 所以這樣子的邏輯 你在我的Light裡面都有 Light跟Telegram 小老鼠WE178 這兩大平台非常重要 除了說全部都是獲利機會以外 最重要的是裡面會有非常多 跟市場上絕對不一樣的邏輯 因為就是說整個國際股市 所有的商品 它都是環環相扣 既然是環環相扣 只要你了解到其中的邏輯 你會知道這個時間點 到底是該做什麼樣的動作 就像我們本週一直在強調的邏輯 聯準會升級三馬這件事 股市其實早就反映過 除非是升級到四馬 但是機率非常非常低 幾乎是不可能 如果說升級三馬 就代表利空出境 你看 加權指數這個位置 從15400點跌到14400點 這1000點的跌幅 主要在反映新台幣的貶值 這一段 新台幣的貶值 主要在反映之前美元的強勢 那美元的強勢 主要就是在反映 市場預期聯準會 可能會升級三馬 預期聯準會會升級三馬 就代表市場預期 這次的CPI不好 所以這次全部都反映過 那你說為什麼CPI出來 美股又會重挫 原因很簡單 因為在CPI公佈之前 原有的幅度 下跌的幅度非常非常大 原有是重挫 既然說原有大跌 市場一定會預期通膨觸頂 市場既然預期通膨觸頂 就代表說CPI會低於8% 既然CPI會低於8% 就代表說會有慶祝行情 所以在公佈之前 會有壓寶的買盤 那壓寶的買盤 發現公佈出來的CPI 不符合預期 是不是先跑再說 所以這就像我講的 它是屬於單次性的賣壓 這一批賣壓 它是壓寶的買盤 既然是單次性的賣壓 對於位階很低的股票 全部都是買點 所以今天的拉回 今天新台幣的貶值 這就是天上掉下來的買點 因為它剛剛好是接在 聯準會即將公佈 利率灰 結果之前的幾個交易日 幾個交易日買盤 本來就比較清淡 又加上新台幣貶值 震盪一定會比較大 這個時間點 我們就是進場去減鑽石 所以這樣子的邏輯 在股市中一直都會適用 就是說新台幣重貶 我們要把握這樣子的機會 去減鑽石 只要新台幣質穩 我們就是大豐收 因為新台幣貶值 跟個股的基本面 產業面 也沒有任何關係 外資不過去做被動式的調整 尤其是說在美元沒有大幅 美元沒有在創高的情況下 台幣又貶值 代表說台幣在反映的 比較偏向是美國公債殖利率這一塊 美國10年起的公債 因為說債市 會市跟股市 它是三者的聯動關係 債市好 股市的資金部分又會跑到債市 所以等於是說台幣這一段的貶值 第一是反應美元 第二是反應美債 這些問題都跟基本面 產業面無關 都是一些被動式的調節 既然是被動式的調節 很多的股票全部都會是買點 尤其是一些位階 已經非常低的股票 2409的優達 整個面板產業 我們已經看空了一年 從去年年中一直看空 到今年的8月份 今年8月份第一次正式公開 看多整個面板股 包含2409的優達也是 當時有講股價 它的股價在15到16元左右 是一個非常便宜的價位 15到16元左右 對比上它的淨值大約是23 股價淨值比只有0.6倍 對於一檔景氣循環股 0.6倍算是 等於是說它的股價打了6折 既然是打了6折 是不是就很便宜 既然很便宜 這個位階 它不需要任何的利多 自然會漲上去 否則你去看 面板有什麼利多 其實也沒有 所以當時8月份講過 9月1號往上拉 9月5號一路這樣追蹤上來 17.45 9月6號17.7 9月7號小幅震盪持續看好 9月15號昨天大漲的半根漲停板 最高來到18元 9月16號今天繼續創高 最高來到18.15 18.15 友達 他是一檔友達 古本將近千億的友達 他能夠走出這樣子 這麼凌厲的走勢 是非常難得的事情 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其實說友達能夠 所掌勢這麼的凌厲 最關鍵的還是在於他位階低 就像我講的 全世界沒有人不知道 友達他有減資的題材 減資之前會有融資融券的強制回補 那強制回補就會有軋空的題材 但是你要知道 融券加借券加起來不過也就20多萬張 20多萬張對於每日成交均量 都是6 5萬到8萬的友達 其實是微不足道 就是說他如果沒有加上部分的低階買盤 光是靠這20多萬張的空單 絕對沒有辦法把友達 説出說20到30%的漲勢 絕對不可能 你說光靠這20幾萬張 友達説不上去 他一定要搭配說低階的買盤 那為什麼會有低階的買盤 就是因為他的位階夠低 股價夠便宜 所以就像昨天講的 站在風口上 連友達群創都會飛 那風口就是股價的位階夠低 夠便宜 以友達來講 其實你去看 他因為說 即將要進入到 所謂的強制回補潮 所以這一段 算是有低階買盤 又加上被軋空的空單 一路往上拉 但是你去想 如果這個時間點 友達的股價是在20元以上 就是說他即將進入了軋空期 但是他的股價是在20元以上 我敢保證他一樣軋不動 他一樣不會動 因為他的位階不夠低 就是說他目前的進值23元 那他的股價如果說20以上 其實不算是一個便宜的股價 所以在20以下 他才會有價值出現 所以他就這樣一路拉到 今天最高點是8.15元 所以這就是我一直在強調 其實只要說股價 一檔股票或是說指數 它的利空已經提前反應過 它就是標準的一漲難跌 既然是一漲難跌 現在買股票 就是一件非常划算的買賣 就像友達 我們一路這樣追蹤上來 我們8月份正式看多面板 從8月份一直到今天18.15元 不論你任何一天任何價位買進 就算你買在昨天的最高點 今天全部都是賺錢 全部的部位都是賺錢 這就是我在強調的 就是說做股票 那一定是說位階低去買進 我們就在它的基本價值以下 隨便你想怎麼買就怎麼買 股本這麼大的友達 你市價單隨便敲 你想買多少就買多少 你想壓身價買也沒有問題 股本夠大 今天最高18.15元 全部部位都賺錢 所以其實把它運用到 其他的股票上也是一樣 友達的大漲它最大的意義就在於說 代表說股價位階低 它不需要有任何的利多 自然會漲上去 友達根本就沒有什麼利多 你說融資融券 你說它的籌碼的利多 這倒也還好 剛剛分析過了 今年也是注定虧損 那在明年能不能有虧轉年 也不知道 也不確定 這個時間點面板也沒有什麼好消息 就是因為它的位結構低 所以就是說這個時間點 很多的股票都已經提前反映過 你現在看到的所有利空 因為你現在翻開說新聞 從去年的年終就開始跌 從35元一路跌到10多元 它就是在提前反映 那包含像是3017的奇紅也是 3017的奇紅 大盤震盪相對還是強勢 因為它的股價夠便宜 我當時有講 網通好 伺服器絕好 伺服器好 伺服器好 企業紅它一定會連帶受惠 9月12號這個位置是便宜的 9月14號指數跌了236點 開低走高 逆勢收紅 相對強勢 今天還是強勢 撐在盤上 指數一樣是跌了百點 而且新台幣重扁 是不是 就是它的位結構低 那因為說整個散熱的產業 它裡面有分成伺服器 網通的散熱 或是說手機模組的散熱 那手機模組散熱這一塊 在這個時間點 它的展望比較不好 之前有分析過 因為說5G手機的需求 沒有想像中的好 但是5G手機的散熱 在前年他們備貨太多 所以導致5G手機的散熱 報價非常非常的疲弱 所以這個時間點你會發現 以散熱族群來講 有一些股票 它還是非常弱勢 就是因為它5G的散熱 背貨背太多 這就是一個產業邏輯 包含建設也是 我們之前超過做過一段的建設 建設之前我們從380元以下一路 做到410到420左右 8月29還特別再強調一次 我們獲利出場了 但是400以下 又是一次全新的買點 9月1號初期 初期跌下來被打到345元 那因為初期的關係 股價又回到了350以下 全年16到18 那它的展望基本面都沒有變 不就是一個買點 所以建設我們在380上下 重新進場佈局 昨天最高拉到418 今天小幅度的震盪 所有部位又是都賺錢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指數預計到聯準會 正式公佈利率會議 結果之前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可能就是量縮震盪量縮盤整 但是這個時間點就是最好買股票的機會 因為什麼都沒有變 唯一有變的就是新台幣的貶值 新台幣貶值 它是非經濟因素的下跌 既然是非經濟因素的下跌 對於這些股票來講 它就是多一次全新的買點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我們在下週四之前 一樣會逢低進場佈局 全新的黑馬股 李永廣好時間先來電 我們先進段告 所以在股票市場 只要是任何一次 非經濟因素的下跌跟修正 全部都會是買點 今天新台幣重貶 那對於很多好股票來講 它就是一個買點 而且你去看 美元其實已經沒有在創高了 那今天新台幣在貶什麼 今天新台幣 它在貶值的主要是美債 美債即將又在創高 就是說美債又大漲 美債美元跟台幣 這三者就是一個連動關係 應該說它就是一個三項商品 只要其中一項好 外資的資金絕轉過去 美元沒有在動了 現在是美債動 美債動 外資它還是要去做被動式的調整 把新台幣稍微降低一些部位 轉移到美債 既然說它只是在做被動式的調整 這不就是無關經濟因素的下跌 那既然是無關經濟因素的下跌 拉回來就是一個買點 它的邏輯就跟美元強勢一樣 美元強勢壓新台幣 新台幣弱勢就是買點 美債強勢新台幣也會弱 新台幣弱勢又是一次買點 重點是又剛好銜接上下週四 聯準會要公布利率會議結果 公布出來三碼就是符合預期 符合預期就是往上拉 所以這個時間點 很多的股票應該說在 下週四以前 預計會比較震盪 整個成交量比較清淡 但是它就是最好的買點 Lighter跟Telegram 小老鼠W1178 Wi178 這兩大平台非常重要 會告訴你說 跟市場絕對不一樣的操作邏輯 就像我講的 裡面最大的價值不在於說 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 而是說會告訴你 跟其他地方與眾不同的邏輯 就是說在股票市場 它的股價或是說任何的波動 它反映的都是未來 既然是反映未來 已知的消息對於股市來講 全部都叫做歷史 既然是歷史 就不會因為這些歷史的狀況 而賺到錢 所以這個時間點 其實台股裡面很多的股票 早就提前反映過 你現在看到的所有利空 因為現階段整個台股的氛圍 其實是比較不好一點 就是說不論說你看報紙 媒體 或是一些財經新聞 大部分都是負面消息比較多 但是你要知道 你現在所看到的負面消息 你在上半年都看過 既然說你在上半年都看過 就代表說股價已經提前反映過 股價提前反映過 消息出來叫做利多時 叫利空時限 也叫做利空出境 所以像3653的建設 它的位階就是也夠低 那位階夠低 拉回來不就是一個全新的買點 昨天最高到418 今天小幅度的震盪相對還是強勢 今天新台幣弱勢 其實股票震盪都是難免的 但是說震盪到一個比較好的位置 他都會是買點 包含像3661的世新也是 3661的世新我們幾乎是公開操作 800元以下很便宜 8月12號有講過 我們在700元左右進場佈局 8月19800以上先獲利一趟 8月12公開預告800以下勝率9.9 9月1號870獲利一趟 9月2號880重新進場 9月12號最高拉到959 已經到了959 還是告訴你千金是合理的 昨天最高拉到了1005 正式見到了四位數 我們在千元上下先獲利一趟 昨天公開講過獲利一趟 9月16號今天 直接跌了將近4%左右 如果再拉回到一個比較漂亮的買點 我們一樣會重新去進場 所以這個時間點3661的世新 我們等的就是第四次的買點 當然說如果有拉到800是最好 這就是一個最漂亮的買點 但是如果沒有 我們一樣會四級去進場 所以我們在世新的身上 三進三出 每一趟單趟價差都是100元以上 從700一路到1005元 單趟都是100元 如果說錯過這三次的進場 第四次的買點可能會在下週 把握這樣子的機會 如果說你是特別喜歡高價股 第四次的買點千萬不能錯過 因為說1000元以下對於它的股價來講 都還是一個比較委屈的價格 不含飛騰30 加了天津飛騰36到40 不到千元說不過去 所以它一定還是會有一個 比較不錯的買點 所以如果說錯過前幾次的買點 直接來電 或是說直接視訊兩大平台 一旦說有最新的第四次的買點 好的進場點 一樣會馬上帶你去做切入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台幣的貶值今天指數的震盪 應該是把它視為是 塗天上掉下來的買點 因為說在這幾天 買盤本來就會比較清淡 如果說再搭配上新台幣的貶值 反而很多的好股票 它會出現更好的買點 包含像是3037的星星也是 3037的星星今天是又在破底 最低來到了130元 就像我講的140元以下的股價 再跌空間已經非常的有限 但是因為說3037的星星 畢竟說它算是全職股 它的權重在30多名左右 它的權重非常的重 所以新台幣貶值 難免還是會受到影響 但是跟它整體的獲利狀況 跟財務狀況絕對沒有關係 星星就像我們之前講的 最壞最快的情況 它掉了NVIDIA 掉了AMD 掉了Mac 什麼訂單都掉 最差最差 還是有15到16元 15到16元 對於一檔ABF宅辦的龍頭 不到140 說不過去 所以像這類型的大股票 其實就是說 新台幣開始直穩開始升值 它自然會補漲上去 這對於中長線來講 它就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大買點 也就是說你現在看到很多 載板相關的利空 但是你要知道 星星是從300多元 一路修正到140 股價已經對半砍了 為什麼會對半砍 它就是在反映現在的利空 2383的台光電也是 從將近300元 一路修正到170元 它在跌什麼 它不就是在 反映它現階段的利空 所以當時有講 9月6號 不到170 都是一個便宜的價位 9月7號指數跌了267點 開低走高漲4% 9月15號昨天 最高拉到176元 170以下佈局 所有部位都是活力狀態 今天小幅度的震盪 一樣是點到170以下 就馬上往上拉 所以這就是 台光電它的風口 170以下就是一個 很好的佈局機會 所以反而要把握說 這一次指數的震盪 指數拉回 最好的買點就是在聯準會公佈 正式公佈利率會議結果之前 正式公佈之前可能會比較震盪 成交量會比較低迷 但是反而就是買股票最好的機會 利空已經開始提前反應 標準的一漲難跌 現在買股票 就是一件非常划算的買賣 所以要利用新台幣重扁 剪鑽石 只要直穩 我們就是大豐收 直接來電或視訊我兩大平台 謝謝各位 想跟上下一檔表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摩爾證券投顧 0800 66 8085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得到最後的視頻 我們下集團 謝謝 我們下集團